疫情下,大家留家消費的機會多了 有沒有留意多了網店應運而生、賣美食 還有標榜海外直送的刺身、生蠔、角色凍肉、台灣地道美食 應有盡有,滿足大家不能外出旅行享受美食的心願 根據食物業規例,任何人在網上售賣預先包裝的冷凍冷藏肉類 壽司刺身、不經攀煮而食用的蠔、介貝類水產動物等等 都必須申請網上銷售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 亦都必須在網上平台帳戶列出牌照或許可證的資料 總之在網上要賣這些受限制食物的時候 就必須有一個有效的網上受賣受限制食物許可證 而這個許可證有一個牌照的條件它要遵守的 就是要將它那個牌照資料放在那個網頁的位置 讓市民知道它是一個有效的許可證的一個商戶 不過我們隨機找了20間有售賣受限制食物的網店 當中有16間無論是社交平台還是官方網站 都見不到有展示相關牌照 好像這間售賣各類冷凍食品和肉類海鮮的網店 無論在他們的網站、Instagram和Facebook 都見不到有許可證的資料 我們以顧客身份問他們有沒有相關牌照的時候 他們就說只有普通商業登記 並沒有出示牌照資料 他們的店舖門市也見不到有貼出牌照 食環署網站有個網上銷售限制出售食物 許可證資料庫 我們用了店舖的兩個門市地址搜尋 也沒有結果 另一間專門售賣生蠔、海丹等日本未吃的網店 店方亦稱買手是由日本直接訂購到港 店舖只有Instagram帳戶 但在Instagram平台也見不到有任何牌照展示 我們以顧客身份問了店舖 他們說持有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 但當我們追問可不可以提供牌照編號 店方就以牌照和其他公司有關聯為由 不願意出市 又說即使顧客要求 店方亦有權拒絕展示牌照 就店方是否持牌照和不展示牌照的問題 我們多次聯絡兩家網店 但截稿前也收不到他們的回覆 至於這間售賣台灣直送食物的網店 出售多款香港人熟悉的美食 情味真露肉、亞中麵線、露天綠露味等的急凍包 連急凍鳳梨也直銷香港 不過我們不單在平台找不到任何牌照資料 而且還發現這間並不是香港公司 他們網店的網址顯示是TW 也即是台灣地區的網域 我們去看過他們Facebook專頁顯示的台灣地址 發現那裡其實是一個住宅 在台灣的商工登記公視資料系統 用網店的中英文店名和地址搜尋 也找不到他們的資料 網店在境外經營的話 香港法例有沒有辦法監管 和保障到消費者 香港沒有接頭人 其實就是一個香港的市民 走去order一個台灣的食物回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香港是無計可施的 因為那個公司又未必算在香港經營一個業務 而如果這些叫做食物 它有一個食物安全的問題 這個很多時候都是消費者 很難去追討 或者很難去做任何的索償 記者嘗試以WhatsApp IG Direct 和電話聯絡店舖 但對方都沒有回應 而且還封鎖了我們 有食環署牌照組的衛生督察向我們表示 市民如果懷疑網店無牌 可以透過公眾查冊系統 查詢網店是否持牌 但是查冊平台是要以登記地址 甚至牌照編號查詢 即是如果網店不提供地址 市民根本無法查證網店的持牌情況 以剛才賣日本海產的網店為例 由於平台沒有寫地址 即是店方聲稱持有許多 市民也無從查證 而我們隨機找的20間網店中 也有8間無出示地址 查無可查 看來大家下次網購美食的時候 除了看圖和價錢 也記得先找個牌 先 先 感谢观看